大家好,新年来到了呀 后人的每周的讲座呢 有一个调整 我们这个讲座已经坚持了有三年半的时间了 从疫情一开始 每周呢都给同学和家长来讲 美国的教育啊 学业啊 项目啊 留美的这个情况啊 都是有这个讲座 以前呢这个时间呢 是在北京时间周六的上午十点 今年呢 我们会改成北京时间周五的晚上九点半 这样的话呢 对更多的同学家长呢 会更加的方便 这是时间的改版 第二呢 我想在内容方面呢 每周呢会讲一下 在美国的这个国际教育界呢 发生了什么样重大的事情呢 可能对我们会有影响的 能让大家呢 能够更了解一个真实的 在美国际教育的一些情况 我知道我们很多的 已经在美国留学的 或者是要来美国留学的 或者是留学完了以后呢 想要在美国实习啊 就业的这样的家庭 那么呢 了解一下美国真实的情况 新鲜的一些事啊 我呢可能给点评一下呢 也能够更好的来理解 所以呢 这是这两个改版 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我呢也来总结一下 上一周呢 在美国国际教育界发生的 需要我们关注的事吧 第一个呢 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硅谷的华裔工程师啊 两口子 本科呢都是在清华大学读的 然后硕士呢都是在 UCSD加州圣地亚哥学院读的计算机 都在谷歌工作 然后呢 他们两人呢 发生了很严重的家暴 丈夫呢把妻子呢打死 丈夫呢也被 扶法现在呢在收监过程中 那么这个事情呢还在发展的过程中 但是呢我呢确实呢 是想要跟我们的同学家长来讲一下吧 不管在中国在美国孩子学的能力和就业的能力 心理的发展呀 这些方面呢都要同时的来提高 千万呢不能呢偏废就光看学业 或者我拿挣多少钱来衡量 而呢忽视了整体的这样的发展 你说呢这又是学霸又是什么谷歌的工程师 最后呢出现了这种大的一个悲剧 所以呢关注我们的孩子的整体的成长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如果需要在海外在美国的支持呢 我们后人呢会努力的来帮助我们的同学和家庭 好另外呢1月17号呢 美国呢有一个这个民意调查 就是对这个2023年6月份的最高法院 禁止哈佛大学根据种族肤色来作为录取的条件 统计了美国几个族裔的对这件事情的支持程度 这已经过去了半年了 这个结果很有意思啊 在美国的黑人成年人当中呢 有52%支持这个决定 在白人当中呢有72%支持 在亚裔当中有62%支持 所以呢美国的整体的民众啊舆论呢 其实呢对这种基于肤色来决定录取的这样的这个政策呢 是不同意的对大法官的这个判决呢还是同意的 所以呢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啊 好的那今天呢就唠叨叨聊到这儿 希望呢大家呢关注程康说刘美 关注呢我们每周五的晚上九点半后人教育的讲座 我们呢也会尽量的来请更多的专家来跟大家来分享 希望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留学的同学和家庭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 可能也能帮到你的同学朋友室友和家人 可以转发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转发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道路 感谢观看